教室裡一歲五個月大的幼兒 邊哭邊吐 這名託譽人員遭到指控 他逼迫小朋友 把吐出來的飯全部再吃進去 就是邊哭邊吐 那他吐出來的東西 又要再逼他再吃回去 到了午休時間 見三位一歲多的孩童不肯睡 罰站就算了 還得把雙手舉高貼在牆壁上 種種行為讓人實在看不下去 台南一名託譽人員爆料 北區一間託譽中心 託譽人員用強硬的方式 對待學齡前的孩童 爆料者投訴給主管 主管只會丟一句 你管太多了 入職一個多月 因為管太多 自己工作都丟了 被指控的拖鷹中心的 進行所謂的採除 小姐 你們要不要回應一下 講一下這個情況 還是看小公的調查就好了 被指控的拖鷹中心正常運作 不願多做回應 也看到多位社會局人員進入 要釐清是否有不當對待 TVBS新聞顧守昌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